还有一位叫魏树兰的 这个老橘子更殊胜 佛帝莲花台下来接引 我们在录像当中可以见到 有三十多人在送魏树兰老橘子 就在他的就在辽房的后边的山坡上 现出来我们当时认为是着火呀 都红色的 但我们现在录出来 因为那个录像机不好啊 用纸外线录的 结果变成了这个黑白的了 实际是火红火红的 转的非常非常强烈 刷刷转 中间有一个白柱 有人看呢 有的似乎说是阿弥陀佛 有的似乎说是观世音谱 究竟什么我看不清 反正是莲花台我是看见了 一个莲花四周都看见 它的一转哪都是莲花 都一层层的莲花 我们也看到在云端里下来 就这个莲花台 莲花桌下来 恐怕在国内外呀 像这样的录像能录到 普罗道啊 也是稀少的呀 我们同学能看到 我就觉得呀 这殊胜姻缘啊 都不是一般的姻缘啊 好增加信念啊 魏叔兰老居士 现年83岁 家住吉林市丰满区农村 老人一生行善 严守身与一三叶 能忍难忍之事 其丈夫百般虐待 他能逆来顺受 从无怨言 入佛门后 能以一生佛号 扶住烦恼 在不安静的环境里 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 在生活中 领略人生之苦 2002年2月1日 凌晨一时许 无疾而终 其三女儿 为了使老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送往大悲村住念 参加为老人住念的 有四个省 一百五十多人 当日晚 老人身体柔软 面线微笑 头顶温热 整个大悲村 室内室外 山顶 到处飘着奇异的香气 与此同时 大悲村的山上 突然从密集的云层中 现出一束光滑耀眼的 粉红色光柱 此光柱与地面相接时 地面多次闪现红色莲花 忽大忽小 紧紧红托着光柱体 有的人看见是佛的联台 有的人还说是阿弥陀佛 站在莲花上 光柱与莲花惊动了 大悲村附近的夜卷 眼的他们不知是惊恐 还是赞叹 也可能是狗子 哀伤了求救 也未可知 光柱的周围 好似有无数的彩莲 忽隐忽现 当云层隔断光柱时 人们又见到山层宝塔 被彩云烘托 景观变幻莫测 大悲村送往生的居室中 有二三十人 面对佛光想到佛菩萨的慈悲 气不成声 泪流满面地跪在院内 冲着佛光顶礼膜拜 恰在此时 光柱一闪 满天红云 犹如极乐世界 依正庄严的景观 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真是自然中 自然像 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光色参悔 转变最盛 光精 明具出 善好 输无比 此佛光印证了 念佛人 只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直持名号 一心不乱 七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陷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积得 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魏树兰居士的遗体 魏等 嘉心俊鼠的到来 在大卫斯 往生聊 零上 十五六度的 气温条件下 停放了 五个昼夜 面相如生 皮肤有弹性 有光泽 振振发出异香 观者无不称极 这就是佛法的 不可思议处 末法众生 痴迷犹慎 佛菩萨以向度人 慈悲方便耳 但是我幸福很早 我八一年 他们那时候都不同意 但是我就没有妈了 我妹妹心里好 我妈就是这本书啊 完全她可以背 她一个字 眼睛朝一看 完全可以背下来 我妹妹晚上每天 都给她诵经 哪个字认错 她马上就说 你那字认错了 她要给她指点 我妹妹每天呢 就是风雨不悟 我现在还有一个后爹 我继父 这个继父呢 她什么都不信 而且皮肤很倔 我妈跟我继父是38年 就瘦了38年期 从来不顶你 我妈演个啥子 天天可以给她洗脚 她俩同睡 天天洗脚 洗脚洗不好 就洗两分 就现在蹦着给你踢 别走 就踢 走得非常好 为说来老鸡子 在夏天停了五天 身体没有外味 就是放香 整个山坡顶都放香 风吹过来都是香气 厕所里都香 真是不可思议 还有一点